每个国家都有保卫自己领土和领海的权利 所以在各个海域之上 其他国家是否享有航陷自由 是国际间争辩了很久的问题 联合国在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一定程度上是规限了航行自由的概念 澄清了各个帝约国虽然在一般情况下 是要容许其他国家的船隻通过海域 但可以基于保安的理由 拦截那些他们认为是非无害的航行 好像各种军事用途的船隻 美国作为霸权国当然不同意这种限制 恶霸的一个典型特质 就是所有游戏规则都要有距离的决定 如果拗不过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 他就一于很少理 反正他的拳头比你大 因此美国一直拒绝成为公约帝约国 是极少数没有加入公约的国家 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断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虽然声称不针对个别国家 但是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国 从2017年至到2022年 在中国南海进行了一共39次行动 这种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又不限于航道的 还包括空域 而且美国的盟友日本和澳洲 都有在中国海域和附近的空域 进行类似行动 其实有关海洋的国际法律 一向都很复杂 牵涉很多技术性的概念 好像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 不同区域又互相重叠 再加上大国的政治国力 引起了很多纷争 好像现在中国和菲律宾 在南海的冲突 就令人十分之头痛了 无论国际法怎么写都好 最基本的问题都是在于 手握霸权的国家 从来是不会以互相尊重的态度 将心比己去思考问题的 很简单 美国的军舰不远万里而来到 中国的大门口实行所谓航行自由 其他国家又可不可以在 美国的大门口实行这种自由呢 中国当然不会派出海军船隻 去加州或者加勒比海 但这个情景 只是想想都觉得挺有趣的 费帐的原因 但是有很多的 我们在家里或是一直都现成型的 我们在家里面准备 真正的迄迎 这些年营队 我们在家里